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带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大家都知道最近很多人都说要去哈尔滨玩是不是 大家在Facebook也看到很多朋友跑去哈尔滨玩是不是 因为哈尔滨最近有一个 下雪为主题的节日 当然是自己做出来的节日 不是什么传统节日 然后就在哈尔滨几个村庄那边 营造一个旅游项目 然后很多人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去那边旅游 然后就去过那个下雪的节日 然后就弄到那个地方非常的热闹 而今天这个新闻告诉我们 那边那个节日维持了三天 赚进了39亿马币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三天之内贡献了39亿马币 给这个哈尔滨这个城市 严格上来说 不是那一个城市 是那几个村 OK 大家看到这个新闻 有得到什么启发吗 我所得到启发 先进的技术 也可以吸引到游客来你这边旅游 只要游客 下了飞机 踏进了你马来西亚 他的吃喝玩乐 所有东西都要消费 都要给钱 那些钱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白白赚的 今天这个哈尔滨的冰雪节 大家可以很直观的 感受到 这个旅游业所带来的 power有多么强 三天之内赚进 39亿马币 OK So 当我看到这个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细节 这个哈尔滨的冰雪节呢 也不是说有什么 迪斯尼的盐 还是Legoland 还是什么很够力的主题公园在里面 还真的是没有 听说是呢 就地搭建起一些很简单的设施罢了 比如像这个东西 这就是那个冰雪节里面的其中一个设施 就是用冰做成长长的滑体 你看不到很多 高科技的东西 它就真的是用冰做出来的滑体罢了 都是就地取材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大概是这样东西的设施 以冰雪为主题的 也可以吸引到游客 OK So 我觉得 通过这个哈尔滨这个冰雪节 三天赚39亿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就是的 其实 马来西亚呢 也可以 效仿这个哈尔滨的冰雪节 也做一个 适合马来西亚的节日 当然我们 这里不可能有冰雪节 但是我们可以有夏日节 OK 你看 哈尔滨这个冰雪节 去那边玩的人 也绝大多数是从热带国家去的 如果是那些鬼老的话 在那种 四季的国家的人 每年都要过冬天 就不是很哈 这种下雪的东西 都是我们这些热带国家的人 一世人没有看过下雪的 再跑过去这个哈饼那边 OK 说马来西亚如果要做的话 就不是做冰雪节 是要做冰雪节 倒反过来 做夏日节 然后呢 我们呢 也不可能吸引那些 我们这边的人去 我们都已经过冠了四季如下了 我们哪里要去你的夏日节 我们可以吸引那些四季国家的那些鬼老过来 来这里感受这个夏日 然后夏日节要怎样做呢 其实 是很简单的 大家想下夏天 大家可以联想到什么 太阳 海边 沙滩 耶稣 不外乎这几样东西法了 OK 然后我就有个构思就是 在 东海岸的 那边就有天然的 沙滩 20km这么长 OK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你也大可以 做一个夏日节 那家哈尔滨有冰雪节 我们马来西亚 DESA路这边 也可以有夏日节 你只需要呢 四五个resort的海滩 结在一起 然后呢 在那边呢 就地取材 就好像哈尔滨可以 就地拿那个冰来做那个滑梯 我们也可以用 当地的那些 沙 海呀 还有这个野树 可以做什么主题都好 然后呢 四五间resort 连在一起 大家一起 提供交通 场地 还有 所有的 technical support 然后呢 我们自己制造出一个 马来西亚夏日节 然后我们吸引 全世界那些 四季国家的鬼佬过来 来这边 就是 阳光 海 沙滩 耶稣 还有就是 泳装 然后呢 在那边呢 大家可以协调 要怎样赚这里 游客的钱 可以摆摊 可以卖东西 还有些硬体软体的租用 这些东西全部是钱来的 这个 游客来到这边了 他已经花了好几千块 买那个机票来到这边了 他不会吝啬 多那个几百几千块 来在当地 十和玩乐的 我老师跟你讲 像我们啊 我们如果是 花了 很多钱买一张机票 去到外国 我们就已经不会在吝啬 那边的十和玩乐了 OK 所以 你想一下 有没有得想呢 如果在马来西亚 Rofo Desaru 20km的 沙滩 我们 四五个 拎起来 做一个 夏日节 把它搞大 搞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当然 最大的争议呢 可能还是这个 种族宗教问题 尤其是宗教问题 最怕呢 那时候呢 国门啊 回教党啊 又在那边呱呱叫 哎 你们不可以穿泳装 你们不可以穿比基尼 哎呦 那时候就头痛了 OK 但是 这里是 Rofo 这里是Rofo 苏丹的地盘 这里是 下一任最高运走的地盘 谁敢来乱 OK 所以呢 其实可以想一下 我一想我就想到了 Rofo Rofo 20km的海滩 非常适合做这个夏日节 既然哈尔滨 可以就地取材 做出一个冰雪结束来 我们马来西亚 Rofo 也可以就地取材 做出一个 夏日结束来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